DXC 2023 ICT MC 第30题 这题只有38%效生答对 这题都是典型的DXC MC 关于 Algorithm 的题目就是给了一个演算法 给考生 接着就问究竟它的output是什么呢 其实做法都是几标准化的 就是我们 Dry Run 的algorithm 一致 用一个table 列出所有 variables 的内容 这里有一个 Dry Run Table 包括 output 好 我们逐句看 第一句A等于5 我们把5放到A那里 然后第二句B等于11 第三句C等于7 接着有一个For loop 留意这个For loop的loop counter 又用回C这一种variable 所以C会由2数到3 但之前的7就会replace 了 洗了内容 所以C由2开始 7就没有了 因为Loop Counter 是重叠了上面的reable C 接着就要做 A加B 5加11等于16 16放到B 所以B就是16 然后未到output A加B 不是output A 不是output B 是A加B 所以5加21 所以5加21 就出了26 所以这个output 就是26 所以答案呢 就是C for Cat 那记住 那记住我们做些题目的时候 最重要是看清楚 output 是出些什么 reable name 那留意呢 它不是单一的 是一个expression 都可以 2加1 2加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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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